来自英国的一只米克斯狗狗凯尔 它吞了一个45.72公分的面包刀到肚子里面 而有史以来耳朵最长的狗狗提格 它的左右耳分别是34.9公分和34.2公分 嗨,我是狗语录 人有各种奇奇怪怪很厉害的世界纪录 狗狗也有哦 而如果把狗狗变成人一样的比例 你就会知道狗狗的世界纪录 实在是比我们人类要厉害太多了 最后一个世界纪录 虽然最厉害 但是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有争议 可以说是21世纪最大的谜团了 那到底是什么呢 就来跟我一起倒数狗狗的世界纪录吧 17.人类历史有纪录以来 最高的人是罗伯特·潘兴瓦德罗 他于1918年出生在美国伊利诺州奥尔顿时 他有个称号叫做奥尔顿巨人 或是伊利诺斯巨人 罗伯特高达272公分 体重199公斤 而目前活着全世界最高的人是 1982年出生在土耳其马尔丁的苏丹科赛 他高达251公分 也就是说姚明227公分 坐捷运头是顶到天花板的话 而苏丹科赛站直的话 头就在车厢外面了 怎么高 而全世界最高狗狗的头衔 在2011年的时候 是一只叫做宙斯的大单狗拿下的 他四脚站立的时候 就高达118公分 而用后脚直立起来 高达223公分 快跟姚明一样高了 但是2021年的时候 被另外一只叫做弗莱迪的大单狗给取代了 弗莱迪站起来有228公分高 比姚明还高一公分啊 体重重达92公斤 他一年的伙食费是12500英镑 相当于50万台币 他差一只花生酱跟烤鸡 而且每次都可以一次吃完一整只鸡 而我们平常觉得狗狗捣蛋 咬烂半张沙发 比较猛的咬烂一整张沙发 觉得很生气 但是弗莱迪这几年 一不小心就咬烂了23个沙发 但是很不幸的 弗莱迪在今年2021年的1月 怕碎大的他 就去当大天使了 也让我们知道 大单狗的寿命 大概就介于7到10岁左右 因为种种症状 发生在这个大狗狗身上的时候 都会特别严重与致命 所以爱要及时啊 好啦 不是故意第一条就放洋葱 只是有感而发 我保证 今天整集后面都是好笑的哦 请继续看下去 16 全世界体重最重的人类 记录保持人是米诺赫 他在他全盛时期最胖的时候 重达635公斤 635公斤哦 差不多有15个蔡依林这么重 而全世界最重的一只狗狗 是一只1981年出生的 英国熬犬 Zobra 在8岁鼎盛时期 体重重达155公斤 也等于4个蔡依林这么重 但即使这样 我总觉得我在看电视的时候 我将那只狗坐在我身上 把我腿压到麻掉的那只狗 它才是全世界最胖的狗 你也是这样觉得吗 15 而全世界最轻最小的狗狗 是一只来自美国 肯塔基州的吉娃娃 BUBU 它四脚站立的高度 只有10.16公分 体重只有680克 超级小超级小 而它跟前面说的大单狗弗莱迪 相差了135倍啊 最不可思议的是 你应该也知道狗狗它们的DNA 其实都不是完全一样的 狗真的很生气吧 要带BUBU出门 甚至可以用饮料替代 就可以带着它了 真是名古其事的小宝贝啊 14 我们都知道 仓鼠 黄金鼠 松鼠 都有一种特殊能力 可以塞很多颗花生 坚果 跟很多粮食 在它们的嘴巴里面 科学家观察 它们可以把身体五分之一重量的食物 用嘴巴携带着 也就相当于一个60公斤的人 用嘴巴携带着50个汉堡 你塞看看 我光一个都塞不下了 太不可思议了 而狗狗虽然没有那么猛 但是已经很厉害了 来自美国德州达拉斯的Auggy 它在2003年的时候 创下一个世界纪录 就是一嘴可以塞得下 5颗标准网球 真的是有够可爱的 所以有一句话叫做 狗嘴吐不出象牙 但是现在 狗嘴可以吐出很多网球哦 13 在介绍舌头最长的狗狗之前 我来介绍舌头最长的人好了 那个人就是 就是你呀 这个每天要跟他说一对话的主人 虽然他听不懂你说的话 但是他懂你的心 你这样做是对的 我支持你 请每天继续这样跟他说话 对你对他 都有益生心哦 如果再加上用狗语的话 功效会是两倍哦 两倍哦 好棒哦 好啦 世界上舌头最长的人 是来自于美国的Adriana Lewis 他的舌头长达10.6公分 他可以轻松的舔到自己的眼睛 长得有点恐怖 而喜剧天王周星驰 舌头也出名的长 他在电影加油喜事里面 也可以轻松的舔到自己鼻头的蛋黄 讲到这里 我相信现在的你 应该也在伸舌头 试试看自己的舌头到底有多长吧 而世界上舌头最长的狗狗 是一次来自美国的圣伯纳 他叫做麻吉 他的舌头长达18.58公分 这样长舌的感觉 跟大象的鼻子一样好用吗 哦不 其实这常常给麻吉带来困扰 长长的舌头会让他流更多的口水 还有呼吸困难 而他不管散步或是低头 都会同时粘到很多的灰尘跟树叶 而不只圣伯纳属于舌头比较长的狗狗 另外一个纳自备的罗威纳 还有黄金 拉拉 八哥 跟一些斗牛犬 都是舌头比较长的狗狗哦 那这些狗狗的主人们 就用你们的长舌 跟长舌的狗狗 好好的互吐心事吧 12.全世界直接跳 跳最高的 是一个叫做Shrub Oak的人 他可以跳170公分这么高 而跳最高的狗狗 是一只叫做羽毛的灵体犬 虽然边境牧羊犬跟澳洲牧羊犬 都拥有不错的跳跃力 但是灵体犬还是最厉害的 他一跳可以跳191.7公分高 还有些狗狗像是俄国类狼犬 伊比萨犬 他们通常都可以轻松地跳过 180公分以上的障碍 但是如果有一只会飞的蟑螂在我旁边出现 我会跳得比这个还高 11.世界上跑的第一块的就是 格雷伊猎犬 Greyhound 也就是刚刚跳最高的灵体犬 它是陆地上速度仅次于猎豹的 哺乳类动物之一 灵体犬具备强健的四肢 身后的胸肌和流线的体型 使它的运动速度 可以高达每小时72公里 相当于一般高架桥 和快速道路的紧绷速线 虽然灵体犬的速度非常的快 但是它们并不是好动的狗狗 它们热爱奔跑 但是离开赛道后 它们并不需要过多的运动 它们平常都是安静 文雅的动物哦 跟赛场跑道上面的它们 判若两狗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狗狗 跑速更快 快得跟光速一样 你以为是谁 就是你家听到 洗澡两个字的那只狗啊 你话可能都还没说完 它却以光速跑到沙发下面 床下面 让你抓都抓不到 快到迅雷不及掩耳啊 你给我过来洗澡 10 有人说身体上这个部位 越长越大 就越有福气 哎呀我说耳朵啦 要不然你以为我说哪里 而有史以来 耳朵最长的狗狗 是来自于美国伊利诺州的猎犬 提格 它的左右耳分别是34.9公分 和34.2公分 而这一对比兔宝宝还长的耳朵 让它赢得了180座大大小小的奖牌 而猎犬 其实最厉害的不是它松松软软的耳朵 而是它狗鼻子的嗅觉 因为它在狩猎的时候 可以很敏感的闻到血液的气味 因此它的英文里面 有一个blood这个字 最一开始 是为了狩猎鹿 鸭 野猪等动物而饲养的 它们非常擅长追踪气味 以至于中世纪的时候 它们被用来追踪失踪者或是逃跑的囚犯 当然也会追踪家里面没有藏好的零食哦 2007年美国不动产大亨 李奥娜艾马斯雷 在遗嘱中要让它的狗狗麻烦 寄承它1200万美金 大概等于3.5亿台币的遗产 我们平常省吃钱用 出国旅游 可以吃一块顶级的神户牛排 就觉得好奢侈哦 而麻烦寄承的这些钱 足够买28000片顶级神户牛排 应该是麻烦一辈子都吃不完的吧 当然它没有拿去买牛排 因为这笔遗产数目太庞大 后来许多家属反对 最后留下6000万给狗狗 然后可以支付它每年的美容费100万元 顶级饲料一贯3万5千元 但在2011年麻烦去当小天使之后 这些钱也全部捐给了 爱马斯雷的动宝团体 继续帮助生病受苦的动物 也算是没有辜负这笔钱哦 8.我们应该都看过马戏团表演 或是魔术师表演 吞铁棒吞剑 吞一堆很长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那都是唬烂的 那都是魔术 但是来自英国的一只米克斯狗狗凯尔 他吞了一个世界纪录进肚子里面 他吞了一个45.72公分的面包刀到肚子里面 还好家人们紧急送医 才救回这条狗命 所以不管是面包刀还是西瓜刀 反正任何危险的危禁品都拜托要收好 不要再创这个世界纪录啦 7.光是一个气球在我旁边被戳爆 我可能就会被吓到 而一般狗狗听到气球爆炸 也会有很大的反应 你能想象用嘴巴去咬爆一颗气球 会有多惊吓吗 但是有一些狗狗天生喜欢这样玩 而这一只狗狗是全世界咬爆100颗气球记录保持狗 它是一只来自加拿大叫做Toby的小林犬 它咬爆100颗气球只花了28.22秒 平均一秒就会咬爆3颗半的气球 哇 到底怎么办到的啊 6.有些狗狗喜欢捡树枝 有些狗狗喜欢捡石头 但是这只来自英国的拉布拉多Toby喜欢捡宝特瓶 在跟主人散布的6年中 主人帮他算过 总共捡了26000个宝特瓶 正算是环保先锋 而据统计 全世界每个人平均一年会丢掉167个宝特瓶 所以Toby算是捡了156人份 一年所制造的宝特瓶垃圾了 希望世界上多一点像他这样的狗狗吗 不对 是少制造一些塑料垃圾一起救地球才是我们最该做的哦 5.人类可以发出很大的尖叫声 大到会让你吓退十步 但你知道人类尖叫的极限是多大吗 据金氏世界纪录记载 2000年的时候英国的吉尔德雷克参加伦敦叫声大赛 他使出吃奶的力气 尖叫声高达129分贝 创成人类有记录以来最猛的叫声 我们来看看129分贝到底有多大声 噪音科普网站Noise Help说到 通常雷声是120分贝 气球爆裂是125分贝 救护车警报器115分贝 他们都比德雷克的叫声还小 相比之下 德雷克的叫声已经接近飞机起飞时 引擎的轰鸣声140分贝 原来人类真的有狮猴公啊 而一只6岁的黄金猎犬查理 在狗狗叫声大赛当中 以113.1分贝获得冠军 也打破金氏世界纪录 如果你觉得你家的狗狗叫声也很夸张 会吓到人或是送货大哥 都可以贴心在订单上面备注说 家有恶犬 放门口就好 才不会吓到人家 造成不必要的接触 宠物功德心 也由我们主人自己做起吧 4.世界上最长寿的人 是法国人珍妮卡尔蒙 他活了122岁又164天 而狗狗最长寿的 是住在日本栗木县英式葛城的 普苏凯 普苏凯是柴犬跟米克斯生的小孩 他活了26岁9个月 相当于人类125岁以上的年纪哦 照顾他的主人小圆女士说 普苏凯来到他家的时候 他才16岁 26年来 普苏凯陪他成长 出嫁 是他最亲近的家人 就像他的孩子一样 在一起过了26年 人生超过一半的时间都有他耶 但是普苏凯的狗命 真的很硬 在他23岁高龄的时候 还不小心被车子碾过 造成内脏破裂 连受益都说 搞不好没救了 但经过五个小时开刀后 却奇迹生还 狗狗为了要陪主人的坚强毅力 有时候真让人心疼又舍不得啊 三 最懒的狗 最懒的狗 最懒的狗就这一只啊 就是我家A码 还用说 难道你家狗 比我家狗还懒吗 来比一下啊 二 最忠心的口口 1924年 东京帝国大学 农学部教授 上野英三郎 开始养了一只秋田 这只秋田 每天都会在家门口 目送上野教授上班 然后在傍晚的时候 到涉谷车站 去迎接主人下班 但是隔年 1925年5月 上野教授因为脑溢血 突然去世 然而这只秋田 还是每天会到涉谷车站 去等待主人回家 觉得主人 总有一天会回家的 直到他最后去当小天使 一共等了10年 这只中心的秋田 就是巴公 也就是后来拍成 电影的中泉小巴 他感人的中心等待 也让他有了一个雕像 放在东京涉谷车站旁边 让人纪念他 狗狗的中心跟死心踏地 我其实不用多说了 你每天回家的时候 乖乖在家里等你的小宝贝 就可以让你完全感受这份爱 狗狗一辈子 有一半的时间都在等你 千万别让他也等10年啊 现在就摸摸他吧 这是一个没人能打破的世界纪录 到目前为止 也是全世界争论最久 又没有结论的一个议题 因为全世界最可爱的狗 就在你家啊 而且每个主人 都是这么认为的 你说 这要怎么比啊 但是这个最可爱的狗狗 同时也是令你最头痛 让你最担心 你对他最愧疚 也最像每天都跟他窝在一起的家人 很多事情是相对的 就像上面说的世界纪录一样 总有一天会被新来的狗狗打破纪录 但是有些事情是绝对的 你的狗狗对你 绝对需要 对你绝对忠心 他这辈子也绝对爱你 而你 也是这样爱着他吗 你家的狗狗 听到洗澡 也会光束跑走吗 还是你觉得你家狗狗 撒娇讨摸的本领 已经能创造世界纪录了吗